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迎向新生命 我们要迎向一个新的生命 那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那在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其实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应许 那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认识耶稣之后 我们拥有一个新的生命 那很多人知道我们拥有新的生命 那是不是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呢 那在这些日子以来 我也发现在我牧会的现场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见了很多人 他们可能认识耶稣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那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认识耶稣 但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所以特别牧师有一个负担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影响一个新的生命 照着神的话语 这个哥林多厚书五章十几节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我们应该跟过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再是活在过去当中 但是有好多人认识主的之后 他的生活还是充满了焦虑 充满了痛苦 晚上还是失眠 还是常常的遇到很多的这些软弱跟这些不容易的环境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 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应许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会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帮助大家 我们要开始学习 怎么样成为新造的人呢 就是我们要开始与神的旨意对齐 神其实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 祂赐给我们的是充满平安的 充满喜乐的 是没有担忧的 没有忧虑的 神与我们同在 祂供应我们 祂帮助我们 祂祝福我们 但是因为人犯罪的关系 所以人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之后 人开始过着很多这些痛苦 不容易的生活 那以至于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新闻里面 我们常常的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 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人他们的生命 已经信了耶稣 但是没有改变 仍然活着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因为没有对齐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开始与神的旨意对齐 你知道吗 我们要与神的旨意对齐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开始来打扫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打扫干净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圣洁的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说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命 因为属神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 是一个圣洁的生命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搬新家的话 你会做什么事情呢 你会先过去打扫吧 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搬了一个新的场地 那我们从旧的场地搬过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旧的场地那边有许多的东西 当我们要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开始取舍了 在我们的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丢了很多的东西 遇到了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觉得 它还是很好的 我要不要把它留下来呢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用的 那个东西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后来我们想 既然我们要搬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面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丢掉吧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很多的东西都丢掉了 那一样的 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 当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要建立一个新的生命 就像圣经应许我们的说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 当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这个生命 过去是充满了罪 过去是充满了这些败坏的 堕落的生命 但是当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相信跟我们一样的 我们搬家了 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在那里 我们要住在那里之前 我们先在那里做打扫的工作 当耶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 他也开始做打扫的工作 开始把我们的生命打扫干净 把我们的生命 把这些不好的 污秽的 堕落的 败坏的 把它除掉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所以他招我们 他是圣洁的神 所以我们在一切我们所行的 世上也要圣洁 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 那我们要开始更新 那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要开始跟神的话语对齐 那我们要怎么对齐神的旨意呢 就是我们要开始读神的话语 透过研读神的话语 让神把祂的话语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并且我们遵行祂的话语 你知道大卫王 他勉励他的儿子索罗门王的时候 在列王纪上第二章第三节 他说 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摩西律法上所写主的道 谨守他的利率 诫命 典章 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论往哪里去 竟都很同 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王 大卫是一个非常 被这个上帝所爱的 所拣选 所使用的王 当他要把这个国位交接 传给他的儿子索罗门王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他其他的事情 他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遵守神的话语 遵守神的话语 大卫告诉他说 其他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遵守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当我们要领受这个新的生命 为什么我们的生命 还是充满了许多的这些 这些难处呢 很多的这些苦毒 痛苦 这些压力 重担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对起神的话语 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经历从神来的祝福 所以我们的生命无法亨通 但是大卫王怎么样鼓励他的儿子呢 就今天也用这个话语来鼓励我们 我们要开始去谨守他的话语 谨守他的话语 要以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过去我们就活在我们自己的 这样子的文化里面 我们自己的这些习惯里面 我们的父母怎么教我们 或者是我们的生活 怎么样来影响我们 我们就怎么活 所以以至于我们认识主之后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行为是不合神心意的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思想是不合神心意的 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 我发现基督徒常常受苦 他的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就是他以为或者是假设 这就是神的心意 但是是不是神的心意呢 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 当然是从神的话语来学习 所以神要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 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的话就是生命的粮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 人活者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所以吃饭比我们每天三餐 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 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 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 是因为我们爱慕神的话语 我们渴慕神的话语 我们每天读经 每天默想神的话语 每天来亲近祂的话语 读圣经 背诵圣经 把圣经神的话成为我人生的准则 所以当我的行为或者我的思想 我在读经的时候 当我们在翻开圣经 我们读到了一些我们的思想 跟神的旨意不合的 或是我们心跟神的旨意不合的 那我们就要赶快的来调整 赶快的来改变自己 因为神的话语都是有益处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则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 都是有益的 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 圣经的每一句话 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那是 某某先知写的 或者是某某使徒写的 你要看为那是神对你说的话 所以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 不要选择性的读 有很多弟兄姐妹刚认识耶稣 我不懂的怎么样行神的旨意 我不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开始每天读圣经 而且按部就班的读圣经 就好像吃饭 我们刚刚讲了 神的话语就是属灵的粮食 所以你按部就班的 每一天每一天照着进度 四章五章这样子的在读 你每一天照着进度读圣经的时候 神的话然后他就慢慢的 慢慢的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顺服神的话语 顺服神的话语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认识耶稣 我们生命仍然没有改变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始过一个顺从的生活 所以牧师今天鼓励大家 要开始过顺从的生活 每天读圣经的时候 要去应用神的话语 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 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念的时候 我们听见了 然后我们去遵守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有福之人 神他会透过我们每天来顺从他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过去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过去有很多这些错误的价值观 过去我们可能有很多这些不对的思想 过去因为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我们觉得也无所谓 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做 在公司里面 我们拿一些公司的文具回家 或者是我们跟着大家一起说一点小谎话 我们叫做白谎 就是我们讲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不会伤害别人的 这样子的客套话等等的 所以过去我们在很多的这些地方有软弱 在很多的生活上面 在价值观上面 在思想上面 其实不合神心意的 但是今天我们透过顺从神的话语 我们要开始改变我们的人生 我相信当我们开始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了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要祝福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圣经所应许的 我们活出一个真正又新又我的生命 我祝福大家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过去 我们虽然认识你 我们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似乎还有很多的盲点 还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需要被调整 我们需要改变 但是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哪里有问题 所以我恳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 来对我们说话 透过你的圣经 透过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